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呢是5月28日禮拜天 成立這個頻道以來呢,不知不覺的就已經快要買一週年了 那在這之間呢有非常多人給我留言詢問我一些問題 那我呢都會看這些留言,那我也會盡量回答這些問題 那有些問題呢是比較常有人提出來的 比如說你是做什麼的工作,你的收入是多少,為什麼可以買這麼多的玩具 又或者是說我是哪裡人,貼紙要怎麼購買,玩具要去哪裡買等等等等之類的問題 那我想就利用這個一週年的機會,跟各位來做一個Q&A的問答 我的頻道第一集的節目呢是在2016的6月3號,在YouTube所上傳的 那如果呢各位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的話呢 可以盡量的留言來發問 那就留在這一集的這個留言裡面 這樣子我比較好蒐集這些問題 那因為呢我在YouTube還有優酷,都有同時在上傳影片 所以說呢我會把兩邊的問題都集合起來 然後挑出一些問題比較值得回答的來回答這些問題 那留言的時間呢我會到6月3號做一個截止 剛好是我的頻道推出第一集的時間 那在頻道創立這個一年以來呢 我總共創作了165集的影片 平均是每2.2天呢就要做一部影片 那我對自己的這個成績還算滿意 然後呢也非常感謝各位的支持 在YouTube這一年間呢總共累積了38萬的瀏覽次數 還有2522的訂閱人數 那在優酷呢因為上傳的比較晚 也累積了20萬的瀏覽次數 以及2060的訂閱數 雖然說和其他一些做搞笑影片啊或者是開箱影片的人比較起來 這個成績並不是算非常非常高 但是我已經覺得相當的滿意了 因為有你們的收看呢才會有這個頻道的存在 那這個訂閱人數以及觀看次數呢也是1.1滴的在累積 那我也希望跟各位收視的朋友多做一些交流 所以說呢就利用這個一週年的時間呢 希望各位呢能夠踴躍的留言 問我一些問題 那我會在6月3號把這些問題收集整理起來 之後再錄一集Q&A的回答 那希望到時候不會冷冷清清的沒有什麼人要問我問題 那這樣子我就求大了齁 自己在那邊自爽錄這個影片 所以各位如果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的話呢 都盡量的留言在這一集的下面給我 這樣子我會比較好收集這個問題 那有些問題呢當然就不用問太多了 比如說我有沒有小三啊或者是 我交了幾個女朋友啊這種東西比較私人的就不要問我了 因為我結婚了我也不會回答你的 那除此之外呢都非常歡迎各位留言發問 那今天的這一集節目呢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 我的名字是OptimusPrime 我們是自動物的自動物 自動物的自動物 自動物的自動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